火車車頭被燒至昏黑 不斷冒出白煙 接防員接報到場開喉灌救 向車頭射水降溫 又用斧頭將車門架玻璃槍打碎 濃煙由車窗冒出 接防繼續向車頭射水 其後進入車窗內檢查 事發在凌晨近1時 有市民報案 只在黃大仙四美街近彩燃里附近 見到一輛貨櫃車著火 至防到場救息 認為火警棄因有可疑 將案件交由警方接手 警方已聯絡52歲的車主協助調查